南京大屠杀遇难者30万的数字是怎么统计的 对于这个问题 网上时不时的会传出质疑的声音 如在2021年12月14日 上海某职业学院宋老师就在课堂上大讽厥词 当这一众学生的面公然否定历史事实 对于像他这样的人 我们只能用真实的数据替他们好好数一数 首先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种种罪行 是国内外都有目共睹的 这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历史事实 只是日军在南京酿成惨剧时 官方无法做出有力的措施 对遇难人数进行详细统计 所以最早关于遇难人数的信息来源于国外记者的记录 其中我们熟悉的英国记者田博烈 曾在1938年初撰写了一本 《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 这本书第一次向世界公布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其中明确的写道 在他调查过日军在南京极周边地区实施暴行之后 至少有30万中国平民惨遭日军杀戮 这也是30万的数字首次出现在文献之中 并且在之后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再发训令时 还曾引用了田博烈的这一份电讯稿 这也就相当于他已经也承认了 日军在南京使用血腥手段的罪行 除了外国记者所写的文献资料外 30万的数字也曾出现在我国的报纸资料上 在1946年2月17日发布的上海大公报上 就有一篇标题为 南京大屠杀案首期调查工作结束 惨死同胞约30万的文章被广大社团扩大宣传 除此之外 也有许多的报社的文章记录下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除了记者媒体等相关的记载报道之外 最有力的证据恐怕就要来源于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调查了 1945年日本已经宣布了无条件投降 但是他们在世界上所犯下的罪行仍需要审判 于是他们被送上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并且在1946年1月19日法庭做出了认定 其中很明确地提到 在日本占领南京后的最初的六周内 南京几乎三分之一都成为了废墟 日军在城内及其周围地区大肆屠杀 中国平民和俘虏 使用屠杀暴力破坏等手段 造成遇难者人数超过了20万 注意这20万仅仅是能找到的尸体证据 众所周知 当时日军为了掩盖自己犯下的罪行 他们在进行大屠杀后 采用了将尸体抛入长江 或者拉到荒郊野外毁尸灭迹等等行为 这些被日军残忍处理的尸体就多达15万句 这也是日本战犯太田寿南在供死中亲口供述的 法庭认定的20万予南人数再加上这15万 总计人数不会低于35万 而除了国际军事法庭对日军的裁定之外 我国南京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也同样进行了调查 这个开在中国土地上的军事法庭于1946年2月15日成立 同胞们对日军的愤恨也是再清楚不过了 经过调查认定 日军在南京城及其周围地区制造过集体屠杀事件有28案 也就是这些大规模的屠杀事件就造了19万人遇难 另外在占领南京后还制造过858案零星屠杀事件 这些被日军掩埋的遇难者也有15万 而这两个数字加起来也有34万 种种证据表明遇难者人数可能远远不止30万 除了军事法庭上的认定之外 当时参与到搜索埋葬遇难者的相关组织也有统计 而这些数据甚至能够做到精确到个位数 在南京沦陷之后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南京分会成员就参与了救济工作 并且组建出了掩埋队专门帮助平民掩埋遇难者尸体 不过因为日军的严重干预 这场救援工作仅进行了6个月 但就是在这6个月中 80多位成员收埋尸体数量就达到了43123具 而另一边世界红十字会八卦周分会也收埋1559名遇难者 其中包括了被日军机枪扫射致死的人 也包括在江中打捞的遇难者 南京市崇善堂也曾在后续工作中起到重大作 从1937年12月到4年5月1日 相关人员在城区中共收尸7548具 另外在乡下不到一个月就收尸104718具 共找到遇难者遗骸并埋葬12266具 这份报告后来也被大案馆收藏 这都是证明日军犯下累累罪行的证据 接着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 也收尸22691具 这个数据依然有出处 并且与南京市大案馆内收藏 而南京同善堂刘德财 在控诉日本战犯古兽夫时 也曾爆出一个数字 称在屠杀事件爆发后 同善堂也收埋军民尸体7000元具 另外南京葬局掩埋队长夏元之 在1946年做出辩护状石 也证实南京葬局曾收尸1万 而明德慈善堂的陈家伟 曾在给伟南京市长写的信念也提到 当时也收尸共700多具 而除了这些组织外 民间也组成了许多掩埋队 并且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比如城西掩埋队 共掩埋遇难者28730名 城南市民掩埋队 得共埋尸7000多具 其中市民对当时的惨烈状况 进行了描述 并且还记录有埋尸的详细地址和数量 在众多的南京难民中 不把有其他民族的平民 比如沈西恩所在的回民掩埋队 也曾参与到工作当中 并且埋葬回族遇难者400多名 而胡春廷在南京大屠杀中 亲眼看到了 日军用机枪将300余名中国军人 和难民全部射杀 之后他自发组织的其他幸存者 将这些人全部掩埋 在日军发现后 又把这些人运走 将遗骨毁灭殆尽 事实上像胡春廷这样的人 也有很多 据国际红十四会南京委员会统计 大概有4万2000多的遇难者 都是被幸存者掩埋 这些幸存者有的是遇难者的亲友 有的则是当地陌生的老百姓 实在不敢想象 当时他们在带遇难者回家时 是怎样的感受 而根据当时南京市卫生机构的统计 当时光伟政权也有参与到掩埋工作中 而他们所掩埋遇难者的数量 也达到了16800匹 尽管如此 还是有些人连亲人的遗骨都找不到 因为日军为了掩埋罪证 将遇难者扔进长江或者埋到地下 光是美国《时代周刊》的统计 被日军抛尸长江或焚烧的人 就超过一万 如果把以上所提到的所有数字相加 最终确定的遇难人数 也有30万3269名 更何况还有已经被日军毁尸灭迹 等贵统计到的人数 所以说南京大屠杀遇难者30万 只是个大概 日军在当中屠杀的中国军民 恐怕远远超过30万 这不仅是国耻家仇 还是血淋淋的教训 身为中国人的我们不能忘也不敢忘 而日本在战后 非但没有承认制造南京大屠杀的罪行 反而一直抵赖狡辩 但没想到这些狡辩之词 却被国内某些人听进了耳朵里 特别是上海某职业学院的宋老师 如今在课堂上荡着众学生的面 质疑遇难者人数的行为 与那些冷血残忍的日本鬼子 有何区别 而就在今年 南京大屠杀又添新证据 从今年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 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今年贡心 征集到了文物史料1103件 其中包括侵华日军的从军日治 也包括在南京大屠杀期间 美国宣传该事件的原报纸材料 上面所记录着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累累罪行 再次向世界证明了日军残暴的事实 这件国池 也将永远映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进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 而到现在 依然还在质疑遇难者人数的人 我们也只能说 这类人又蠢又坏 他们口无遮拦的行径 也势必受到来自国人的怒火